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人打坐的时候气质清明安详 于是他就邀请僧人成为自己的模特 并许若如果我画完了会给你丰厚的报酬 画作完之后这个画家一举成名 僧人也如愿拿到了重金的谢礼 过了几年时间 画家想找一个魔鬼的原型 但是早来早去都不满意 直到有一天他去了监狱 他见到了一个犯人 他很满意 于是他就左手画画 画着画着没想到 这个犯人失声痛哭起来 犯人哭了 画家觉得很奇怪 就问他 你为什么要哭啊 犯人说 上次你画佛的人就是我呀 这次你画魔也是我呀 原来这个僧人拿到报酬之后 下山花天酒地 钱很快用完 但是欲望越来越大 最终一步步的堕落下去 还俗之后 他偷盗 抢劫 无恶不作 最终 郎当入狱 画家了解之后 长叹一声 丢掉画笔 他再也不想做画了 人心最难控制 佛魔只在我们的一念之间 一旦沉迷在欲望之中 你可能就永远没有回头的余地 所以佛经上说 人须有为众之心 方能克己 能克己 方能成佛呀 一个人想要成为菩萨 就一定要懂得克制自己 一念佛 一念魔呀 忍辱无欲 才能精进 一个人能够忍耐 这个人一定会成功 我愿意感到这个人能够忍耐 不如 我愿意感到这个人能够忍耐 就要想到这个人能够忍耐 看不出 我愿意感到这个人能够忍耐